好,那回圈和if怎么写勒? 来,我继续从这个程式继续写下去 那for,回圈 跟c元很像,但是更弹性一点 形态可以直接写在里面 rnti等于 1i小于100 小于等于好了 i++ 这样子我可以做 例如说先宣告一个 那我想做1加到100 好,那我就可以印哦 一样用这个方法印嘛 那我印出来说 印出i等于多少 上等于多少 好,这样子 存一下 诶,有错耶 你看这个叉叉还没取消 所以我们是不是哪里有写错 上等于上 i等于i 有,有错 各位知道这是哪里错吗? 领域的问题 这边i已经不存在了 有没有,你脱离了这个for区块 这个i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有错 好,那这时候呢 有几种解决办法 一种办法是不要印i 另外一种办法是把i宣告在这里 那就应该ok了 这样看到了吧 好,那我们执行一次 i最后是101 对啊,因为100之后 101没有小于等于100 所以才会跳出来 然后呢 上就5050,这是对的 那你如果写1000 程式就有这个好处 不管你写多大 他都计算的差不多很快 好,那就变成500500 好 那接下来呢 呃,我们可以写一个 我为什么要加括号 加括号是我里面想写不止一行的东西 所以我就必须要加括号比较好 那我如果只想算奇数 只想算奇数 好,请注意等于不能直接等 要写等一等一 这也是西元的同样的写法 只想算奇数 那这时候是多少呢 算一下 250000 好 那1加到1000里面只算奇数 是250000 ok 他还没有什么 假如啦 我不只想算奇数 我想连3的倍数 应该说连3的倍数也一起算下去 连3的倍数也一起算下去 那会怎么样呢 这里有一个问题 当我这样写的时候 同一个数字可能会加两次 所以不应该这样写 那我应该怎么样写 一个办法是这样写 应该是or吧 我是说如果这样或者那样 否则的话搞不好一个都没有 这个例子应该不会一个都没有 这样变成333166 好,那还有什么你可以做的 就是说奇数或者是3的倍数 或者你自己想 那可以写更奇怪的东西 比如说i shift 两个位之后呢 接下来怎么办 shift两个位 而且and跟andi等一等一等一 大于100 这样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看不太懂 对不对 那但是没关系 他还是可以运作 你可以写的很奇怪 但是你真正写程式的时候 千万不要这样写 因为人家看不懂到底你在做什么 那这是佑仪两位 然后再跟原本的数再做and 那当然你也可以做s or 或做or 那or or是这样 那s or是这样 ok 那你都可以做这奇怪的事情 ok 那每一个答案都不一样 好 所以这一段我们先砍掉好了 不然容易导致各位误解 反正c元可以做的他都可以做 除了没有指标没有结构那些东西以外 大致上都可以做 好接下来呢 就换各位各位的习题了 各位的习题就是 来之前各位一定写过99乘法表 现在你用后悔圈 写99乘法表 第一版请你写出就是正常的99乘法表 好 就1乘 2乘 2乘1 2乘1等于2 2乘2等于4 这样子 一路列下来 列到9乘9等于81 第一版先这样子 你说用回圈 用回圈鞋 用回圈鞋 那用在Eclipse鞋就好了 OK 那用Blender是要用Python 那所以OK 那你写完之后呢 请你做一个第二版 第二版的修改就是 我希望你们加上乙符 那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 就是 我想想看 我99乘法表里面 我只要奇数数字的公式 我不要偶数的 那也就是说没有21得2 只有31得3 33得9 像这样子一路列下来 那偶数的不要了 了解吧 好 那练习一下for and if 主要让各位练习 好 但是这个是作业哦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做的 那 一定要做的东西呢 程式社群 Android Java练习 OK 那我呢 会这样子 建立文件 好 Java 家庭作业1 提 提 OK 然后呢 是什么呢 是99乘法表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练习 贴网址就好 请你写在你的部落格或你的网织 或者是你的Facebook的网织都可以 留言留在这里 用留言 不是直接把那个文件 盖掉 用留言 留在这里就可以了 那因为我们有两个作业 所以你两个版本都要贴 那第二个作业呢 一样 我建立一份文件 好 99乘法表只有基数 好 建立文件 家庭作业2了 不是1了 好 建立文件 好 OK 那这个是99乘法表 正常版 只有基数版本 好 OK吗 各位可以开始写